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有一张美美的照片可是caption又不知道要从何写起 这时候呢只要把这个万用的表达公式丢进去就可以啦 那说了这么多这个万能的即兴表达公式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是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记住一个口诀 感回租 是的 感回租 其实感回租代表的就是感回住 也就是说这个公式里面呢包含了三个部分 感谢 回顾 祝福 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 感谢 我们张子的第一件事呢 就是要去问候和感谢在场的重点人物 当然啦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场合去问候不同的对象 我这边呢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首先第一个场合可能是公司的汇报会 又或者是尾牙颁奖典礼 那我们问候的对象呢主要就是领导上司 CEO 经理 组长 同事等等 那我们可以说 感谢公司干部给予的肯定 让我今天有机会获奖 感谢陈经理 王主管 还有整个团队 这一年来对我的栽培和协助 再来第二个场合呢是社团活动 问候的对象可能就是我们社团的主席啊 活动策划的团队啊 还有其他高职称的人 我们可以说 感谢活动策划团队这段时间没日没夜的 为这个活动奔波成就了今天的活动 感谢主席Michael这一年来带领我们经历过了那么多的挑战 再来第三个呢是婚庆晚宴 那问候对象主要就是在场的新人还有嘉宾 首先允许我代表在场的嘉宾感谢这对新人的邀请 让我们能够一起见证他们的幸福 感谢这两位好朋友给我机会讲话 代表大家为他们送上祝福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感谢放在第一位呢 首先第一点表明自己的态度 当我们一上来就去问候感谢在场的嘉宾的时候 会给人家一种谦虚有礼貌的好印象 那么后续呢我们说的内容别人也就更加愿意提问 当一个人他一上来就给人家一种 骄傲不可一世的感觉 我相信根本就没有人要听他说话 第二点感谢的话好说啊 我们一站上台放眼望去 看见谁就问候谁 感谢谁不需要动脑子 那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很好的帮我们 说话的时间 开始一小段的客套话 怎么也得说个至少两到三分钟吧 那这个时候呢 台下的人听得高兴 台上的自己呢 又可以非常好的安住小情绪 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贴士 我们在说这些客套话的时候呢 可以适时的去表扬和认同前面发言人所提到的观点 比如我们可以这样说 对于小刘刚刚提到的 关于公司未来的规划 我觉得他说的十分到位 我也非常认同 好那我们说完了感谢的话之后呢 就可以进入到回顾的部分 那在这个部分呢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一定一定要讲跟自己亲身经历有关的故事 因为只有这样呢我们才不容易忘词 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表达更加的自然 我们首先呢可以先回顾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都经历了什么难忘的事情 接着呢总结现在的自己都有什么样的收获 最后呢还可以展望未来 希望未来可以达到怎样的目标 换句话说呢就是回顾过去 总结现在 展望未来 我同样会用前面的三个场合来给大家举例 回顾这一年来 公司争取到了很多的大项目 我也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其中的项目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筹备的阶段 因为某某原因 策划报告差点来不及交到客户的手上 所幸由小林和阿诚的协助 最后才能够顺利完成 这个经历也让我明白了 在未来如果面对到类似的问题时 应该要怎样去面对 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能够凭自己的收获 为公司争取更多 过去的一年 我们举办过很多的义工活动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儿童之家拜访活动 看着孩子们的脸 因为我们的到来 而重新挂上笑楼 我真的非常感动 也是那一次的拜访 让我更加珍惜 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家庭和生活 也希望未来社团能够继续举办 更多类似的有意义的活动 回想过去这对新人爱情长跑的五年 我可以很自豪的说 我见证了每一个阶段的他们 还记得刚在一起时的他们 就像火星撞地球一样 经常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闹脾气 但有时候感情就是这样 一边磨合一边闹脾气 再看看现在台下的他们 脸上写着满满的幸福 像极了童话里的爱情 也希望未来的他们 能够像童话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样 永远幸福快乐 最后来到了祝福 祝福这个部分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根据不同的场合和对象 说一些祝福吉利的话 就可以为我们的讲话 做一个简单的收尾了 最后 住院公司的业绩蒸蒸日上 蓬勃发展 谢谢 最后 住院社团越做越好 团员们齐心协力 共同进步 谢谢 最后 祝愿两位新人 永结同心 早生贵子 谢谢 那其实呢 像这样简单的几句祝福语呢 就可以为我们的整个讲话 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收尾了 那要切记的是啊 千万千万不要把结束语说得太冗长 不然听的人很快就会失去耐心的 最后呢 我把刚刚三个部分举出的例子都结合在了一起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截图收藏做参考哦 那其实即兴表达本来就是要求我们立刻马上张口就来的 而往往说的好的呢通常都是有背而来的 诶 不是写稿准备的背哦 而是知识储备的背 那当然这套公式呢它是死的 里面的内容呢是可以灵活的去做调整的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的去运用这套公式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本期的全部干货 大家喜欢的话记得帮我like subscribe and share 最后呢就用我的女神赵丽颖在今年精英节上的获奖感言 来结束今天的影片吧 拜拜 很感谢每一位为我投票的粉丝和观众朋友们 感谢你们的支持肯定和厚爱 上次来到精英节是四年前 如今站在这里还是感到非常的亲切 因为这里见证了我的成长 这个喜爱其实承载了更多的期待 我也期待可以一直被观众所喜爱 也祝愿我们可以有更多优秀的演员 可以得到观众的喜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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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